二手住宅流价未止跌 持买更平的心理预期 令买家对入市普观望态度 业主唯有扩大议价空间 减幅扩大 财交易有承接 令市场交投由减价盘主导 银行的网上股价也以下调为主 本部追踪15个主要屋苑 27个相关单位今年7月的银行网上股价 汇丰银行股价下调单位 虽然按月减少3个至20个 但占整体比例仍高达74% 当中更有8个或占整体29.6%单位股价 是连续3个月向下 以周宇冲康而花圆股价3年跌 淚降近一成最伤 中原案揭董事总经理黄美凤表示 7月银行网上股价 主要反映6月楼市情况 见到楼市气氛偏淡 交投比之前更少一点 买家以观望为主 市况拉锯 当业主的以价空间大些时 买家才肯承接 导致 成交价跌的比例大些 平均七成跌 三成升 反映在网上股价都是跌 占比多些 黄美凤称 6月美国联储局及本地银行需暂停加息 但美国强调要打击通胀 市场开始预告未来会加多一两次息 市况观望气氛浓厚 租务交投量持续增加 反映上车及换楼有需求 不过因买家信心偏弱 故望兵不动 个别側转买为租 小部分业主以价空间大些 肯减就有承接 黄美凤预期 由于市场的减价情况 未完全在银行网上股价中反映出来 相信未来数月股价下调比例 仍会偏多 本部追踪15个主要屋苑 27个相关单位 今年7月的银行网上股价 汇丰银行股价按月下调的单位20个 相对6月少3个 为占整体比例仍达74% 下调幅度介乎0.3%至4.11% 当中减幅最大为沙田第一乘29座高层议室 实用面积327方尺 7月股价为584万元 较6月的609万元回落4.11% 尺价17859元 股价连续两个月下调 滤降5.04% 7月份汇丰银行股价 录得连续三个月下调的单位达8个 累积跌幅由3.17%至9.83% 当中周宇冲康而花圆H座中层三室 实用面积524方尺 股价由4月的763万元连跌三个月 至7月的688万元 累错9.83% 是追踪单位中表现最差 尺价低见13,130元 周宇冲太古城海塘各高层室 实用面积1,114方尺 7月股价为2489万元 三个月累跌9.39% 拆价22343元 汇丰银行7月只有两个单位股价录得升幅 较6月少1个 按月上调幅度为0.17%及1% 7月持平单位占5个 较6月的1个 增加4个 中银香港 02388 7月份股价下调单位占13个 较6月份的16个减少3个 为占整体比例仍达48.2% 下调幅度0.95%至2.09% 沙基湾居屋外蝶湾四座低层气室 实用面积431方尺 7月股价为562万元 较6月的574万元 较6月的574万元下调2.09% 尺价13,039元 7月份 中银香港亦有6个单位股价录得三连跌 对降幅度为3.95%至6.89% 其中鸭利洲海宇半岛13A座高层 实用面积864方尺 7月股价价为1,757万元 按月下调2.01% 相对4月的股价1,887万元 3个月内跌130万元 或约6.89% 尺价20,336元 中银香港7月股价持平单位有12个 较6月多1个 至于股价上调单位有两个 幅度为0.45%及1.06% 6月则没有单位股价录得上调